王侯王君平嫁给法国级丈夫后 一直定居在法国 日前他在社群发文透露 一家人会胎过暑假期间 在法国翻新好的老屋 却被邻居家的火灾殃及 火灾发生的时候 风正好往他家的方向吹去 不少东西都被烧毁了 不仅庭院新铺的草地被烧坏 就连房子内部也损害严重 包括屋顶、插座和电线 全数在火灾中被烧毁 王君平得知消息时 内心感到非常崩溃 但也只好安慰自己 正好事故发生在白天 才能及时被处理 也没有任何人受伤 同时也很感谢热心的朋友 帮他报警和拍照 不过就算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回到家看到惨状时还是很心痛 此外他透露家中的烤肉架 有一个大瓦斯桶 所幸大火只烧掉了防护层 就被熄灭了 并没有烧到瓦斯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